正式亮相 46岁孔令辉出山 走马上任 球迷激动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欢迎各位朋友 能够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 国拼的最新情况 目前来看 国拼正在征战 时拼赛的预选赛 可以说本次国拼将士 也是派出了全部主力 像孙颖沙 樊领冬等几个合金球员 都是技术参加 也是希望能够拿到 视频次的参赛名额 随着比赛深入呢 目前来看 国拼将士们 都是击败了各自对手 获得小组第一 只有马龙是暴冷 输给了日本选手 确实让球迷非常意外吧 我们希望呢 马龙能够在随后的 排位随赛中呢 能够争取获得 视频次的参赛名额 作为国拼将士来说 在最近一段时间 确实遭遇了很多快难 不管是此前的几项大赛 也是有几个合金球员 纪连暴冷 让球迷比较担心 尤其是男队方面 不管是凡人东 还是王楚清 都是纪连输球 想要在下一届奥运会中 获得冠军 将会变得异常快难 在此前 国拼呢 是正式的完成了 就联班子的一个确定 通过新的就联班子确定呢 也是让球连放心了 因为目前来看 本次一个就联班子 逐渐成年轻化 不管是王浩 还是马龙 他们都是担任了主阶连 随后呢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带领 国拼的将士们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有获得表现 在此前 为国拼立下过 汉马功劳的孔令辉 他也动向 在让球迷非常关注 因为孔令辉呢 可以说是国拼的 绝对功勋 也是曾经为国拼 立下了汉马功劳 曾经获得过大满贯 不管是在球员时期 还是在教练时期呢 都是为国拼 可以说成就了一些伟大的成绩 但是呢 就在2017年 孔令辉呢 是正式的离开了 国拼的教练班子 通过目前来看 就在此前 孔令辉是正式的出山 也是据媒体曝光 就在近日 48岁的孔令辉 正式的亮相 新的岗位 被正式来名为 一部电影的一个推广大使 而这部电影呢 就是在川杰党 以中国乒乓球为体赛的电影 讲述的是 蔡真华带领刘国梁 孔令辉等一些武将 在95年 天津时评赛中夺冠的故事 这件时评赛呢 孔令辉作为一名19岁的小将 也是成为最大的黑马 拿到南丹冠军和南团冠军 混双与邓亚平 收获亚军 成为国拼最大的赢家 孔令辉的这一次公开亮相呢 也是助力推广 这部电影的一个宣传工作 相比于返回国拼 去担任教练呢 可以说 《现代诞》作为国拼来说 也是处于低谷之中啊 他是希望能够 介绍这部电影的上映 能够给刘国梁和中国乒乓球 带来更多的崛起力量 此番孔令辉亲自现身 也胜恩师蔡任华 可以说感到我们有看错人 相信中国乒乓球 能够在大家高度关注的情况下 度过这个寒冬 在新的奥运周期 在许辉煌 从不可以看出呢 孔令辉虽然说离开了 国拼的就练岗位 但是呢 他通过本次一个正式的出山 去助力自己的恩师蔡任华 也可以看出 他的心没有离开乒乓球 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来助力中国乒乓球 让球迷彻得沸腾了 作为国拼球迷来说 是人心战犯 因为我们相信孔令辉呢 能够在以后 有机会能够重返国拼 让我们一起为国拼的将士们 加油吧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